因為台灣人都很斯文 很有教養 很有禮貌 我以前碰到那些 來 開個頭 開個頭 那些 台灣不會有的 他們兩個沒有介紹你一些 好玩的地方嗎 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去的不是說要幫你當髒妹嗎 我很講的吧 他說這個妹好看的都是 嚇我一跳的 真的嗎 他真的是跟他的那個 對食物的要求 差不多的水平 很爛嗎 很低 很糟 也不可以這樣說 只是 特別 所以剃得算外場就對了 外場 厲害了講話講了三個小時 聲音都沙啞了 也是一種 特技 後來帶了兩個 很熱情 我可以這樣講 整個人 鋪上來 那種 不像你 鋪上來抱著你拍照的那種 喔 老人家腰不好 後來她那個晚上她 她說她 她收工之後 去了一個酒吧 然後又碰上那個女的 然後就好像那個女的 在她臉上甜了一個晚上 甜 甜 甜啊 我每個甜 不要你自己問答 這個我也搞不清楚 惡心女女 不是就是那個 粉絲 粉絲 那有多奇怪的粉絲 有些奇怪嗎 對 奇怪的人我過去已經遇到了 所以不會再有更奇怪的人 因為台灣人都很斯文 很有教養 很有禮貌 我以前碰到那些 來來來 開個招 那些 台灣不會有 對不起我現在很 我還沒化妝 我在吃飯 沒事沒事 你吃飯 我拍照 來握個手 握個手 來來來握個手 這樣啊 這不會有的 來摸一個摸一個 摸一個 摸一個 摸一個太嚴重了 反正以前 以前碰到的 你要講哪裡 人家又傷心了 為了小朋友 別講太多 小朋友受不了 所以現在台灣的工作 應該要越來越多 來找浩大哥 暫時還沒有 希望 所以現在就是這個 跟公共電視的 對 讓他要配音 要多幫忙 那你來台灣的 求勞 是比一項好好嗎 沒有 低很多 低很多 其實我做這個節目 第一 我考慮的不是這個問題 我考慮是第一 是 我從來沒有機會到處跑 去台灣 有一個這樣的節目 我會覺得有一個機會 有人陪我 老夫跑 第二 就是 我接受這個挑戰 我搞一個攤車 挺有趣的 先考慮的是 內容 然後再談價錢 大概低多少 應該是很多 低到一半 我都不想 這個 那些攤車也是低嗎 啊 那些攤車也是很低 那個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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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以台灣的價錢來說 是高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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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